那非常遺憾今天必須要一大早5點多起床搭高鐵來 竟然是為了謝國良 但是不要誤會 我是支持罷免他的 我支持這項修法的前提是 國民黨必須要白紫黑字的告訴台灣人民 這項修法不是為了謝國良 當然今天我們有看到藍營的智庫在新聞上有說 他們有提到一個程序重新的法理 他們頒出這個法理說修法後就會適用在進行中的這個案件 那也就是說現在修法的話 很明顯不管國民黨嘴巴上說是或不是 很明顯都會救了謝國良 相信大家對於選罷法了解的朋友們 就知道這個修法並不是會適用在我身上 我是並不適用的 所以也不是為了我量身定做的 不是為了我量身定做的 不是為了我量身定做的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如果這項法案現在有這麼嚴重的一個爭議的話 那是不是要擱置或者是說我們大家講清楚 就是下一任的立委的任期 我們再來進行相關的修法 罷免的門檻它是一個公共議題可以討論 但是不能把公共的議題變成是幫特定的政黨來解套 如果只是因為罷免很容易 所以就要提高門檻這樣的理由真的真的非常的不充分 千萬不要讓這個罷免是作為人民的權利 最後為了要自己的利益而變成鳥籠罷免 那我今天除了說代表立法委員來發表意見之外 因為我也算是一個過來人啦 算是唯一一個台灣政治史上是不同意罷免票 大於同意罷免票的一個經驗者 來跟大家分享 那當然在立法委員除了 韓國瑜黃國昌還有我 我們三位都是現任有經歷過罷免經驗的過來人 那在這邊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個啦就是從世界上的民主國家來看 現在大概有75個民主國家裡面有20幾個國家擁有罷免制度 那在美國其實50個州裡面有19個州是可以罷免州長以及議員的 所以其實大家在討論說台灣到底需不需要罷免制度 我覺得都可以討論 因為在每個國家的罷免制度其實都有一點不一樣 這個戲談下去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那什麼樣的制度是好 我認為民主制度沒有說在哪一個制度一定是最好 而是因應這個國家需要的民主的設計 都可以來做門檻的上修或下修 以及更複雜的包括說行政首長可不可以罷免 包括說民意代表可不可以罷免 這個其實戲談下去有非常多不同種細緻的討論 那在這邊我必須要問一下說就是我們要的到底是哪一種罷免 這個很值得大家深思 包括說要的是美國式的罷免還是英國式的罷免 因為其實台灣比較類似美國式的罷免 那或者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罷免 例如說這個政治人物他涉及內線交易 涉及貪污涉及炒股等等 那他們才會有特定的啟動的罷免的條件 那還有剛剛說的就是到底因為以台灣來說 行政首長跟民意代表負責的權利義務其實不太一樣 那很多國家其實是針對行政首長 因為他擁有執行執政的實權 所以才可以發動這個罷免的條件 那台灣的現代的這個狀態其實是 因為是一概同人就是都可以 所以其實應該要再去針對他的權利義務 做更細緻的設計 這個我也都認同 那當然還有的國家 例如說瑞士他是可以罷免不分區的 可以針對不分區用集體式的罷免制度 我認為這個也可以提出來討論 所以當然在這麼多複雜的罷免的制度的設計之下 台灣現在單一就只有提高罷免的門檻 而且是為特定的政黨量身訂做的 我認為是非常粗糙 非常廉價 也非常沒有正當性的一個修法 那再來這個直接提到說罷免的門檻 因為有人說罷免的門檻這麼低 就是沒有選上的人 只要基本盤發動了就可以罷免 這些主張罷免很容易的人 他們都是假設說最後就會變成政黨的對決 那我以自己的經驗為例 當初的通過的門檻大概是七萬兩千票 但是當時候的鳳山的議員選舉 我的就是國民黨要罷免我的對方的這一黨 他們拿了九萬票 如果他們的假設是說對方的政黨都會發動 他們的基本盤來發動 其實我就會被罷免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個罷免的門檻不能單一的就說政黨對決來看待 我認為這個這個前提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因為說其實人民都知道說罷免的正當性比一般選舉還要高 就是他要有一個我真的很想要把你罷下來的理由 以及這個人真的很不適任 人民才會驅動這個罷免的投票的動力 而不是說就是四年一次的選舉投票 因為如果真的他這麼不滿意 他就是四年再把你換掉就好 所以罷免的發動的這個機制 其實是需要一個正當性的 正當性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以我的例子為例 現在為了要就是保障特定的政黨 他們覺得罷免太容易 所以而去拉高這個門檻是真的非常沒有正當性的 好 那再來 我認為說這個罷免的成功啊 成功與否還是在於說能否成功動員多數的中間的選民 就是說大家的正當性 到底多數的民眾覺得這個人真的是非常的不適任 已經影響到我生活的權益 所以站出來罷免 還有被罷免人他自己的表現也非常重要 那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說 我當時的罷免理由幾乎都是虛假的內容 錯假的內容 包括說什麼我違反香港的國安法 那其實根本就第一個 香港國安法與台灣不適用 而台灣的國安法也沒有所謂的21條 所以它的這個內容與現實是直接是不相符的 那所以用這樣子的罷免理由 多數的民眾當然就不會認同嘛 那這個罷免的門檻 它是一個公共議題可以討論 但是不能把公共的議題變成是幫特定的政黨來解套 如果只是因為罷免很容易 所以就要提高門檻 這樣的理由真的真的非常的不充分 千萬不要讓這個罷免是作為人民的權利 最後為了要自己的利益而變成鳥籠罷免 主席以及各位立院現場的先進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議員張柏洋 同時也是台灣基進黨黨籍的市議員 那非常遺憾今天必須要一大早5點多起床搭高鐵來 竟然是為了謝國良 但是不要誤會 我是支持罷免他的 所以也很榮幸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 罷免作為台灣人民面對不滿意的政治人物 面對不適任的政治人物 作為一種武器 台灣基進黨我們使用過 我們也被使用過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看到了很多 我們台灣罷免制度上的一些缺漏 當然我認為是有必要支持相關的修整的 但不會是現在 但也不會是國民黨的版本 以下我會來做出一個說明 首先我第一個我要說的是說 我作為當年罷免團體的其中一個成員 我僅能夠代表我自己 我沒有辦法代表當年罷免的所有的參與 93萬的高雄人 沒有辦法代表整個罷免的團體 我支持這項修法的前提是 國民黨必須要白紙黑字的告訴台灣人民 這項修法不是為了謝國良 當然今天我們有看到藍營的智庫在新聞上有說 然後他們有提到一個程序重新的法理 他們搬出這個法理說修法後就會適用在進行中的這個案件 那也就是說現在修法的話很明顯不管國民黨嘴巴上說 是或不是很明顯都會救了謝國良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如果這項法案現在有這麼嚴重的一個爭議的話 那是不是要擱置或者是說我們大家講清楚 就是下一任的立委的這個任期 我們再來進行相關的修法 我們這樣其實才能夠讓台灣社會 針對我們國會一個來關乎到台灣人民權益 以及台灣長治九案問題的一個修法 是真正能夠說服大家說 我們真的是為了台灣選罷法整個的完整性跟長期性 而不是說今天國民黨他自己的民意代表 或他們現在所長要被罷免的時候 他們就提出修法 同樣的未來如果有報復性的罷免發生在 民進黨的民意代表身上的時候 如果由民進黨來提出修法 一樣會面臨到相同的質疑 所以我覺得在顧慮到整個台灣公民社會的 不管你要說和諧 或者是說我們對於法律 我們對於我們國家行政機關 我們立法機關的信任度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這一次的修法在這個時機點 其實是非常不適當的 那底下 當然因為我們今天公聽會是要針對修法的建議 所以我還是會提出我這邊的幾項建議 第一個是這個罷免的政治獻金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罷免的那個時候 因為罷免方式沒有辦法來提出所 申請所謂的政治獻金專戶 所以當時的罷免團體三個 台灣激進黨 公民歌草行動以及WeCare高雄 當時我們使用的是台灣激進黨的政治獻金賬戶 那同樣的這個部分也導致我們內部的整個人力的龐大的耗損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包含說基隆的這個拆糧行動 他們就非常辛苦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 一群年輕人他們沒有辦法有一個 罷免謝國良的政治獻金賬戶 所以罷免案到底在罷免方這邊 可不可以有相關合法的政治獻金賬戶 我覺得這個專戶的部分應該要在修法當中去被討論到 但是我們這次好像只有討論到門檻 我覺得比較可惜 那第二個是罷免連署書各自的部分 因為我注意到這一次的修法其實有提出說 連署書要附上身分證等等 我們先不管當年黃國昌是怎麼主張 但我的認定是 如果今天我們要去增加我們的連署書各自認定的 整個資訊量 甚至是它的這個代表性跟公正性的話 那連署書的收受 收取 它真的適合放在公民團體家嗎 如果今天發動的團體 它其實不是一個立案 法律立案的團體 它只是可能幾個網紅 大家就在一起說要罷免 台灣民眾真的願意 不管你今天是藍的還是綠的 你真的可以敢把你的連署書 跟你的身分證的銀本放在這些人家裡嗎 我們當初罷喊的時候 我們怕連署書被國民黨拿去燒掉 甚至怕我們總部被人家放火 我們的連署書沒有一份放在我們的總部 我們都放在鄉下的工廠 每天用貨車載 我們就是這樣保護我們的連署書 但是誰知道呢 誰知道任何一場罷免行動 他的連署書會被怎麼樣的處理 如果我們要增加我們的個資識別的門檻的話 那連署書的個資保護 這個是不是在法律上 我們也必須要把它清楚地講清楚 甚至是把它收到公部門去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來做討論 那另外一個就是單一選區跟複數選區的設計 也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複數選區我們都知道 在藍區的綠議員很容易被罷免 在綠區的藍議員也很容易被罷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拆糧行動進行到尾聲的時候 到這個二屆連署書快要截止的時候 朱立倫會跳出來一句 朱立倫跟這個林濤會跳出來講說 可能會針對這個通知委來做出相關的反制行動 其實也是一樣的意思 因為他們知道基隆藍大於綠 所以要罷免綠的罷免最象徵性的 我如果今天是國民黨的溫川會 我也會主張罷免通知委 因為很簡單 因為對他們來講這個成本最低 所以我們的罷免設計 針對複數選區 單一選區 甚至行政首長我們的標準 還有甚至我們剛講到 還有討論到這個里長 我們的標準的分層分級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必須要在這一次的修法當中 應該要去被完整地提到 那再來畢竟立院是何意志 我們今天國民黨雖然 不是我們國民黨 不好意思 他們國民黨在敏感的時期提出了一個 他們覺得還不錯的一個方案 然後當然遭受到社會大眾 非常多的非議跟質疑 那目前為止我認為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但是畢竟立院是何意志 我覺得比較好的方法 而且能夠讓國民 我們的全體國人比較能夠幸福 比較能夠相信立院的一個方法 應該是各黨團都能夠有充裕的時間 去提出各自黨團認為適切的法案 然後我們再有一個充分的討論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一開始發言的時候 我主張不應該是現在的一個原因 因為一切都太急 太突然 然後有點像突襲 雖然說按照程序我們還是辦了公聽會 但是我認為一切都來得非常急 來得非常的突然 各黨團包含民眾黨宣布不跟進 那民進黨策案 那這些到底是代表各黨團不討論這題嗎 還是準備好了 可是選罷法其實是關切到立法院裡面 所有的民意代表 甚至全體國人的罷免跟選舉的一個權利 那它怎麼會是國民黨一個黨團提案 然後大家就針對這個法案討論 應該是各黨團都應該要有相關的版本才對 所以問題還是回到於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釐行 我認為國民黨雖然我們是敵對政黨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要想清楚你的法案 到底要怎麼去說服人民 這個法案是好的 這個法案是適合的 那我會覺得比較好的方法 可能會是我們就講清楚 下一屆再討論 或者是你白紙黑紙告訴大家 現在進行中的罷免都不溯及既往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程序上可不可行 那我最後也要提到 就是 這就比較政治性 韓國瑜的選票 罷免韓國瑜的選票 高過於韓國瑜當年的當選選票的時候 國民黨說這個是民主最悲哀的一天 嚴厲譴責這個罷免是一個政治性的動作 可是 當 罷免陳柏惟的選票 並沒有高於陳柏惟當時的 當選選票的時候 國民黨卻說這個是民主的勝利 這個是地方民主的勝利 所以很顯然的 這個政黨他並不在乎 那個選舉的門檻的調高或者是降低 這個並不是他真正在乎的事情 他只是現在急了 現在有一些他自己個人 或者是各政黨自己本身的需求 所以他提出了這樣一個法案 然後要求全國人民來討論 然後要求大家把它吞下去 講白了現在確實沒有藍白 誰知道民眾黨明天會不會突然又同意 對不對 所以沒有藍白過不了的法案 但是這樣的法案真的能夠讓台灣更好嗎 讓我們的選舉辦法更好嗎 我覺得是高度的質疑 好